而在全国赛事中大放异彩的还有我们的茶农 2022年全国部分发酵茶制茶结束竞赛 7号在农委会茶盖总场圆满落幕了 而代表花莲出赛的富里乡六十蛋山茶农林俊杰 拿下了清香型球形乌龙茶组的亚军 而武鹤茶区的茶农谢明远 则是勇夺了条形包种茶的冠军 两个人在全国赛事当中大放异彩 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 农会山巨头余有荣烟也亲自登门贴红榜情贺 获利县年轻茶农林俊杰 县明远两人在今年全国部分发酵茶制茶技术竞赛中 两人分别拿下了清香型球形乌龙茶组的亚军 以及条形包种茶组的冠军 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 瑞瑞香农会山巨头余有荣烟亲自登门贴红榜情贺 明年全国冠军战战战 富里乡六十弹三茶农林俊杰 与瑞瑞香五鹤茶区的茶农谢明远 与全台各县市共39位的制茶好手同台竞技 两人展现了制茶的专业技术 在各组别中传经代营 青农如火纯青的制茶功夫 农会理事长魏欣和更是高度肯定 在瑞瑞这个茶区我感觉非常好 因为大家都很认真 尤其有这个第三代青农再回来 我想他们的思维也好 他们的耕作方法也好 他们的用心用力 我想都非常进步很多 跟前省都可以同步进行 但是这次能够得冠军 我们还是恭喜他 花莲在全国制茶技术竞赛中 季冠群雄成绩大放逸彩 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也予有荣烟 亲自登门贴红榜青和的同时 也给予青农农民努力 与对地方茶产业的用心与热情 给予最大的肯定 在这个竞赛里面呢 我们花莲现在是首次获得冠军 这样的非常好的成绩 那也很感谢农友的 很认真很努力 然后让我们花莲被我们全台湾 更加看见 其实我们县政府这边县长 有一直很重视说 我们茶产业能够除了花莲 我们这边县级单位之外 全台的茶农都可以一起来到花莲 不管是交流技术 或者是品味我们这边的蜜香红茶 都是我们县政府接下来会努力的方向 花莲茶农的制茶技术 知识经验与功夫 早已可看全台其他茶产区匹敌 尤其蜜香红茶在地方特色茶产业的发展 堪称全台各茶区的翘楚 未来是否有可能办理蜜香红茶全国赛事 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也乐见其成 记者石玉兰对次采访报道